葡萄汹涌海浪狂捲停在沙灘上的一辆大车 竟跟着浪开始移动 画面惊悚眼看大浪不断打来 整辆车敌不过强浪威力 先是往岸上方向飘移 但当大浪退去 车子竟跟着卷到海上 最后甚至整个侧翻过去 整辆车像玩具一样开始翻滚 豪家在上面的驾驶已经先行逃生 台风外围环流掀起的大浪 其实很危险 人人人 人人 我们赶快逃 花莲七星潭还有人没有危机意识 正在关浪 结果一个海浪袭来 瞬间把人淹没 甚至跌入海水中 逃都来不及逃 民众提着大包小包行李 像逃难一般塞爆澎湖的港口 他们赶着要在台风抵达前撤离 因为船班将停航两天 本来是玩到明天 怕滞留 加班长先逃再说 接着刘吉娇 花莲报道 咱们